你认为你的儿子 必须是第一流的 就算成功率只有百分之一 你也要赌 在你心里 任何次品都不能接受 我还记得 当时你为医生 说以你的年纪 能不能再生一胎 当时你以为我睡着了 其实 我全都听到了 妈 这个秘密一直藏在我心里 我不想回忆 可是今天 我必须说出来 当时 我一个人躺在病床上 万年俱毁 我恐惧 我怕黑 我怕失明 我怕被你抛弃 在这个时候 是他 是他用钢琴 给我勇气 给我希望 可是到了拆沙部那一天 故事跟我说 他只留给我一张 他送给我的CD 我一直在等他 一直在找 到了新天 我终于找到他了 你说 你找到的 那个钢琴女孩就是易小眠 儿子 不可以 你 你真的不可以和他在一起 易小眠 不是 当然不是 他叫莉莉 他希望我保留老宅 对 妈 你一定要支持我 哪怕就这么一次 我今天看到汗累 我先去休息了 妈 马上帮我查一个人 她叫莉莉 住在大华路247号 对呀 就是那个老宅子 这是非常重要 我要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好 只要和易小眠有关的 绝对不能和杭轩 戳上任何关系 你确定 你确定 你自己一个人去见杭轩 没问题吗 我最近都在想 我总要学会 自己面对所有的问题 我不能一直当鸵鸟 而且啊 我还有这个 你不是告诉我吗 如果想要真正闪闪发亮 得先从内心变成金子 我时间不多了 我要赶快去 变你庄 去吧 易小眠 姐 别紧张 我不是来找你的 你那位很有魅力的表姐 莉莉在哪儿 怎么了 现在杭轩被莉莉给迷住了 恼羞成怒了 关你什么事 易小眠 你根本就没有什么远房表姐 那个莉莉到底是谁 你是打算告诉我呢 还是说等我查清楚了之后 我去告诉叶杭轩 叶杭轩 我跟你说啊 莉莉是我给杭轩介绍的 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我 你没必要去问她啊 北宇童 易小眠是你什么人哪 你老管那么多闲事干吗呀 她是我朋友 不行啊 有问题吗 朋友 北宇童 你一边撮合着易小眠 和你的好兄弟叶杭轩在一起 一边又和易小眠同一个屋檐下 这是什么呀 这不是蒋公祭司是什么 我劝你啊 有那么多的时间 还是担心一下你自己的事情吧 我知道你做杭轩的助理 一定是别有用心的 如果让我发现 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或是目的 我一定会 第一时间我就告诉她 没什么好说的 门口就在那边 请 不送了 慢走 还不走啊 再见 再见再见 不送啊 你找谁啊 我找易小眠小姐 我就是 您的衣服洗好了 请先收一下 谢谢 莉莉的衣服 收件的人是一小面 莉莉 莉莉 一小面 喂 梦董 你让我调查莉莉的事 已经有了结果 喂 琪琪 小眠应该去见杭轩了 你不用担心 好 拜拜 来 小眠不是才走吗 衣服怎么会丢在这儿呢 这只是初步方案 你有什么建议 写在旁边就行 祝您 早日 梦想成真 谢谢你 我才要谢谢你呢 谢谢你 让老宅能够在大华街道 成为标志性的建筑 对我来讲 实在是太完美了 你都不知道这对我来说有多重要 其实呢 每栋房子 都是一个梦想 一个家的梦想 对我们建筑师来说 就是动力 你说的实在太好了 对了 有件事我想再问你一次 你别怪我唠叨 那张CD 那张CD真的是你送我的吗 你就是五年前 在医院里的那个女孩 真的太好了 真好 真是太巧了 我们又见面了 你怎么来了 叶总监 你不介意给我介绍一下 你的梦中情人吧 莉莉小姐 跟我想象中的一样啊 可爱 还很磨蹬你 不过我们 好像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 我叫沙叶琪 初期见面 我叫莉莉 您好 我有个朋友是古典音乐迷 他经常出入各种演奏厅 什么的 我想他肯定是莉莉小姐的粉丝呢 莉莉小姐 你中文名叫什么 昨天听总监介绍过之后 我就拜托我朋友 去查遍了全市的 演奏厅和歌剧院 可是 没有一个叫莉莉的钢琴家呀 他明定是搞错了 我也这样认为 我想他肯定是搞错了 这么 可爱 迷人 又漂亮 还磨蹬的女钢琴家 我觉得 肯定是炙手可弱的明星吧 怎么会没有呢 可是莉莉小姐 我真的想知道 你的中文名叫什么呢 你会不会太过分了 不好意思我去下洗手间 等一架 你手机响了 你不接吗 我自己没有想到 你没有想到 你怎么怎么办 你谁干嘛 我怎么都能看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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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让你 我找你 不再好 那么要不是 就能不够 我怎么办 她才不用你 辫子 没事吧 护华使者又来了 不过今儿来得晚了点 沙叶琪我告诉你 你不要老是针对易小梅好不好 那场火灾的始作俑者并不是她 你受伤也不是因为她 北宇图不要再说了 为什么别说啊 为什么别说啊 没你的事 让她说 我倒想听听看 你能为她说出个什么一二三来 那好吧 那我就告诉你真相 你干吗 当时的那场火灾 为什么易小梅没有受伤 是因为她外婆救了她 易小梅不愿意告诉你原因 是因为知道你这个人特别敏感 怕你知道了以后 会误以为自己是被放弃 被抛弃的那个 原来是这样啊 我敏感了 我难道不是被抛弃 被放弃的那一个吗 姐 我自己知道 外婆肯定会先救你的 因为你们会一起眼睁睁地看着我 被火火火烧死 姐 不是这样的 你能不能想一想 你外婆从小把你拉扯大 她多辛苦啊 她怎么忍心看着你去死啊 够了 我还没说完呢 还有 你想想她的年纪 她年纪那么大了 你当时的情形 她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能力 一下子把你们两个都救出来呢 好啊 既然话说到这儿 我就不妨告诉你 那场火灾之前 我就已经听到外婆打电话给我的老师 要老师取消我这次总决赛的资格 为什么 你知道吗 她想让她的亲外孙女成为冠军 而我 又有可能成为你 是冠军的绊脚石 你知道吗 不可能 不可能 外婆怎么会那样做 姐 外婆她一直很爱你的 易小敏 你说的这些话 你自己相信吧 对啊 有可能外婆真的很爱我 但那也是对你的爱 一满出来之后才给我的 即使再选择一百次 外婆也会先救你的 为什么 因为你是她的亲生外孙女 我呢 我是被寄养在你家的 我就像一只狗一样 我就那么可怜吗 我知道 我知道这是现实 现实 所以我谁也不怪啊 我妄想 你们会把我当成自己的家人一样 结果我错了 可是我现在明白了 幸福只能靠自己来争取 等着让别人给 你 只能死得更惨 姐 算了 走吧 她这个心结是没办法解开的 走了 你为什么要说 我不是叫你不要说出来吗 你知道这样只会揭开我姐心里最痛的伤口吗 那你这样捂着伤口 最后会怎么样 会化弄会溃烂 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懂吗 我情愿我姐恨我 也不要她恨外婆 我真后悔让你管我的事 你是不是忘了当初是谁睡在楼梯口 苦苦哀求我让我去帮你 我是那种后果闲事的人吗 没错 当初我是想让你帮我跟叶航轩重逢 让她认识我 喜欢上我 但是我没想到这样会伤害到我姐 这个秘密我本打算隐瞒我姐一辈子的 隐瞒 隐瞒是没有用的 我告诉你 最后只有两个解决方法 一个是绕道走 第二个就是直冲过去 没有别的办法 也许从一开始 我就不应该求你帮忙 飞玉瞳 以后我的事你别管 爸 我听说 孟安娜 对大华路二百四十七号那栋老宅是志在必得呀 那不就是易小眠的家吗 琪琪啊 关键时刻 你可不能手软哪 爸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当年那场火灾 我外婆是被受伤了吗 是啊 而且伤得还很严重 只有一小眠这个丫头 命大 什么事都没有 怎么了 你怎么问起这个了 没什么 难道是我错怪了易小眠 她从没想过伤害我 好 好 那个小女子有多么可怕你知道吧 莉莉就是易小眠 你看看她为了接近我的儿子 连假身份都用不上了 姑妈 别激动别激动啊 你放心吧 我保证不会让这个易小眠 和郝雪有任何的瓜葛 我也一定会站在您这边 不会对易小眠熟啊 其实这个小女子 要是乖乖地趴在她那个窝里 我可以放她一马 可是你看看她现在 处心机遇地盯着我儿子 当然要保护我的儿子 我要让她 连亲身之所都没有 小眠 小眠 本来这件事情我想能拖就拖 可是没想到这件事情 搞成这样 如果再不解决 我实在是没办法 面对其他的缘故 按照合约 你必须在月底前 把三十万圈子交起 否则 不但不能上班 而且还会埋名着法律诉说 是这样 是这样的 如果你真的是有困难一定 张总 不用了 你已经帮了我那么多 我想这件事也给你带来不少麻烦 我真的很感激你 小眠 那你就记好了 最后的期限是这个月底 小眠 你说什么 大剧院让你赔个十百千万十万 三十万 这简直就是在想钱 这三十万要是换成刚辈的话 都能砸死人 我是大剧院 培养的比赛选手 合同里都写得很清楚了 如果我退赛 我就必须要赔偿违约金 再加上 张总真的已经特别照顾我了 这笔钱我必须要还 这是谁呀这么缺德 这么无耻 都过了五年了 现在才举报你 我的卡里面还有三万 你先拿去用 剩下的就等我搞费 琪琪 我不能拿你的钱 我给了你三万 又不是三十万 也不知道哪位英雄好汉 能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下 来 贝腾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的 我旁销侧击了半天 你全都没听见是不是 话说回来 你是名医之后 这三十万对你来说 还不是小参与别 只不过 某些人说他的那些事情 不需要别人来管 那别人还管他干吗呢 你你你 琪琪 这钱是我欠下的 我会负责还的 那请问小姐 你准备怎么还呀 我的专程就是音乐 所以我准备街头卖艺 对 总而言之 我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样 把所有的问题都兑在盒子里 用胶带封起来 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懂不懂规矩啊 什么规矩啊 在这里练台 你这七点到十点是第一步 十点到十点是第二步 几时也被拍摄 接在这里是我的套 这里 如果这样的话 怎么没有一个牌子写着 七点到十点是谁谁谁 几点到几点是谁谁谁啊 这家团还挺拽的啊 我就让你这点学 给你找找技术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你干嘛 你干嘛你 谁啊 关你什么事啊 我是他的监护人 监护人怎么了 想打架是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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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好 再点厉害了 没事吧你 你怎么会来这儿 难道来游泳啊 看看你三十万 是怎么挣回来的 快点啦 快点啊 看什么看 一手二十 一手二十 一手二十块 你没手二十块 没手二十块 没手二十块 哎 我就坐在你后面 我都一直没听到你喊什么 人家能听得见吗 大声一点吗 大声一点 大声一点 没手二十块 没手十块 没手二十块 没手二十块 没手十块 三手二十 没手十块 没手十块 没手二十 是你弹吗 是啊 是他唱吗 不 是我唱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回来回来回来 要听什么歌 你想听什么呀 你唱什么我听什么 你愣着干嘛 快收钱啊 谢谢啊 你 谢谢 妈 鸡蛋 谢了 哥们 去哪儿 谁敢断着笑脸上做变幻 一词 小棉 Heaven 你们火了 哎 你看 这街头面一大视频 点击率可过百万了 照这样的趋势来看 很快就有经纪公司 来包装你们了 这些啊 都是北宇彤的功劳 没有他 我的摊位根本就无人问津 你说啊 这北少爷平时看冷冷酷酷的 这上镜还真挺帅的哈 过来 北少爷 你干嘛 干嘛 北少爷 北少爷你看 这网上的留言 说你帅得惊人 太恶心了吧 干嘛呀 说真的 这要是有经纪公司来包装你们 你觉得 打住打住 你让开 我跟你说我不会再去 你也不许再去 你以为你是谁啊 凭你一个人的力量 你能处理那么复杂的环境吗 真是太贴心了 我只是 没有时间 再替他去收拾那个烂摊子而已 对了 你那个 大剧院的 违约金 要多少钱 说嘛 快说呀 不多不多 三十万 那个 好吧 我现在转账给你 英雄 好汉 慢走啊 易晓棉 弦的 好 对了 能够 我想你 我都一样穿上空宾 想你干什么 易小联 她倒真的会弹钢琴 不过她是我见过 最让人倒胃口的女人 祝您 早日梦想成真 不可能 怎么自己一模一样 爸 能不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我的账户被冻结了 你马上给我回到美国来 你整天不务正业 呆在国内鬼魂什么 你不要忘记了 你可是医学院毕业的高采生 是真正的 治病救人的医生 之前我都跟你说了 我真的没有资格去挽救别人的生命 我也很回忆 就是想调查一下 妈妈的车祸是不是因我而起 李同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那只是一场意外 如果你再这么固执 这就是我们父子俩最后一次通话 不管怎么样我一定会调查到底的 你还好吧 我警告你 现在不是跟我聊天的好时机哦 北宇童 对不起啊 我不想因为我的原因 害你跟你爸吵架 我欠你的已经够多了 喂 我的事不用你管啊 还有 违约金的问题 我既然已经答应你了 就自然会帮你想办法 其实这件事情 我是真的想要自己解决 因为我想要证明 我不是一个只会逃避责任的废物 我想要用自己的双手 去赚钱 把那些钱给赚回来 上次因为姐的事情 我告诉你 不要再管我的事了 但你还是不顾一切地帮我 我真的很感激你 但这一次 请你支持我的决定 好吗 好 走吧 你要去哪儿 去证明你不是废物 来来来来 拿着拿着 干嘛 这条光嘛 我跟你说 我这儿唱了三年了 可是起来从来没这么 这一脸啊 解决火果高啊 你让我加入你们 我保证 这个地方全是你们的 好吧 帮个忙吧 帮帮忙吧 这个地方 是我们的 好 各位 有请大人的北宇图唱歌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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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谁说欢迎哦 来 叶总监 这两张票是我托我朋友 好不容易才买到手的 特地来向你道歉的 对不起啊 我真没想到 我妹妹居然改头换面 用假身份来接近你 她真是越来越过分了 真是 易小眠 叶总监 你有在听我说话吗 没什么 事情已经过去了 不要放在心上 可是 叶总监 我真的不明白 你说你一直在寻找 心目当中的那个女孩 那么易小眠到底做了什么 能让你把她误认为 她就是你要寻找的那个女孩吗 太好了 太好了 讲起来泪人双头 多少只挣扎 撕掉 伪装的脸盆才留下 永恒的床吧 想起中间的笑话 讲起来哭声沙哑 想起来哭声沙哑 希望的她也 姐 别停啊 我去跟我姐说两句话 姐 你怎么也走了 还真唱啊 我 姐唱啊 我们还听呢 怎么了 怎么走了 怎么走了 姐 别叫得那么亲热 我可不想和一个街头卖艺的人 大伤什么关系 易小眠 这就是你想出来 还违约金的办法吗 早知道如此 你干嘛那么辛苦地 去音乐学院读书呢 你早点出来丢人现眼 不就行了吗你 等一下 等一下 你怎么知道易小眠 要还违约金的事啊 你管得着吗 你和易小眠 还真是寸步不离呀 你们 不用管我怎么知道这件事 可是 我看你们两个 倒是挺享受的 那我祝福你们 易小眠 你是不是缺钱啊 我明天打你仗上 易小眠 他不稀罕你的钱 还有 这里也不欢迎你 请你离开 请 你赶我走 北雨桐你信不信 我立马打个电话 让你在这儿滚蛋 你打 雨桐 雨桐 杀易琪 别这么过分了 叶先生 上次的事 真的很对不起 哈萱 那个 你要怪的话就怪我吧 其实 这一次 不是易小眠的错 你也知道 之前你对易小眠的印象 不太好 所以我才想 不用说了 你应该知道那个女孩 对我的重要性 对不起 时间不早了 电影马上就要开始了 来 来 从遇到易小眠的那一刻起 我就知道今天的电影是看不成了 他为什么会在街头卖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易小眠中途弃赛 欠大剧院三十万违约金 而且已经到期了 他需要还钱 就这么简单 偏偏在大华街道改建的时候提出赔偿 这是和你让他卖房有关吗 可以说有关 也可以说没关 我的职责就是让他签署卖房协议 他的职责就是去赔偿违约金 这是很公平的事情 可是那个老宅对他很重要 叶总监 我可要提醒你 你现在是在为你很讨厌的那个 易小眠说话 还是说你已经把他当成 梦中情人的替身 还是说 你相信北宇童的话 认定他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 我只是认为 你今天不应该咄咄逼人 你们是姐妹啊 从小一起长大 他已经出来摆摊了 难道你想他流离失所吗 如果 那个流离失所的人是我的 如果我没有工作 谁来可怜我 我可不像你那么天真 苦苦等待了五年的爱情 却连那个女孩叫什么都不知道 如果没有那个女孩 就没有今天的叶航轩 今天这电影你还是自己看吧 不好意思 叶航轩 我不管你等的是谁 你爱的是谁 我很快就会让你看清 你的爱情有多幼稚 叶航轩 这给你身边的人 只能是我 看看 看看啊 看看这个小女子啊 还个债还得重心捧月 欢天起地 明天 给我们去的领导台一下 给她一些压力嘛 姑妈 您看她现在已经这么落过了 我们现在都已经把她逼成这个样子了 要不我看就算了 好不好 妈 我把她逼得怎么样 我把她逼出老宅了吗 别这样 我发现你现在好有同情心呢 你从小到大我是怎么在呢 就这么一件小破事 你在那左右摇摆犹豫不决的 你怎么就不帮帮我呢 这个学生 比我的位置还重要吗 是啊 你不是不知道 易小明的妈妈 就是叶吕明的前妻寒万分 她从来就没有忘记过那个女人 她的心一直不在我这儿 我这些年事怎么熬过来的 我为什么会得抑郁症 我的精神都快崩溃了 你知道吗你 我知道 我知道 这些我都知道姑妈 这么多年你怎么苦过来的我都知道 妈 妈 我从小就是您一手带打的 在我心里面 您就是最伟大最棒的女人 嘘 嘘 我不需要你歌功颂德 反正 我现在再也不想看到这个小狐狸街了 我说 尾约进入是不能再拖 绝对绝对不能再拖了 我都赶出脑窄 已经向我心思熟暖了 要按我的意思 我恨不得 让他们离我越远越好 你懂吗 你是不是脸色有点不太对啊 好苍白啊 不是 我只是在担心 今天晚上的人够不够多 要是真的不舒服的话 那就休息一下吧 反正你不是申请了分期还款吗 慢慢来啊 不要着急嘛 我想早点把钱给还清 我都欠了五年多了 再这样欠下去 也会让张总很为难 那好吧 你今天好像没吃什么东西 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乖乖在这里等我啊 不许乱跑 知道吗 嗯 答应我啊 我答应你 第一个 叶小平 你就是我一直在场的 那个钢琴女孩吗 这是枝声невangi 小绵 小绵 你怎么了 小绵 你赶紧去叫车啊 去啊 急诊室就在前面 没事的 坚持一下 小绵 杭轩 你怎么会来 他怎么了 你知道他生病了 所以你刚才就在附近看着他 是不是 杭轩 有件事情我想跟你说 易小绵他并不像你想象中的那么糟糕 而且从头到尾他没有骗过你 他就是送给你CD的那个女孩 还有 他用了五年的时间 整整五年的时间去暗恋你 他就是你要找的那个女孩 为什么到现在才告诉我 那是因为杀业期 处心积虑地想要破坏易小绵 在你心目中的形象 我想 他已经达到目的了 所以 我很担心如果直接告诉你的话 你根本没办法接受他 我怕你这五年来的期待 落空了 会很失望 所以你一直想帮易小绵改变自己 好让她和我相认 她是一个很好的女孩 好好地照顾她 好 怎么连做梦都梦得叶航轩 小绵形形好不好 你没有看错 是我 叶航轩 我 小绵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可以回答我吗 你在外面 摆摊赚钱 是因为你姐用违约金 逼你卖房吗 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千万不要误会她 违约金本来就是我应该要承担的 就是我的责任 可是你一个女孩子 扛这么重的债务 太辛苦了 这样吧 我先帮你还上 不用 我不想再麻烦任何人 我只希望你能够原谅我 上次欺骗你是我的错 那是因为 我在你面前完全没有信心 因为我知道 在你心里 一小年是那么的糟糕 怎么会呢 你想太多了 有道理 有道理 我要坚持在爱吗 不知该如何回答 每次醒來問問自己的話 怎樣看懂這瑜伽 我該如何面對壞的好的 永遠抱過的溫暖深深激淡 那個他同樣也愛著我嗎 一樣如愛自拔 每次醒來身邊那份牽絆 如何任性放開他呢 因為這罪不甘免對焦的人 眼神裡的珍珠愛你的眼神 呼吸就卻又忍不住的吹吻 走著人 變成愛如何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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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不敢面對他的人 才發現是我一生深深愛的人 啊 啊 自己卻又忍不住的追問 啊 不敢任 變成愛 不合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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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